日本养老院看護打傷失智老人 近期日本齊富縣高山市的 Sincere高山养老院 发生了看護打傷老翁的事件 一名33歲的男性看護人員 摔傷了患有失智症的71歲老翁 目前已被移送法辦 今年4月入住养老院的該名老翁 拿著麵包刀在設施內游蕩 看護人員健壯 試圖要從老翁手中拿走刀子 但在過程中 疑似毆打了老翁的臉部 並把對方摔倒在地 導致老翁臉部受轻傷 事後男子坦承犯案 但也聲稱自己的行為並沒有錯 各位觀眾 你們認為呢 別忘了 我們晚上8點 還有今天的精選匯報哦 supplied 加入 更加 將 再看 我們 轉